由吴康仁主演的电影《但愿人长久》 在金马六十中入围两项大奖 获得最佳心眼遗言提名的谢永昕 为了参与盛宴首度来台 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 也透露最想看到男神许光汉 谢永昕和吴康仁在剧中饰演妇女 谢永昕也透露 男人首次见面是透过Festime 当时还尖叫出声 因为吴康仁太帅了 老伯问到这次来台 最想见到哪位男神 谢永昕毫不犹豫地说试光汉 就会让爸爸吴康仁当情女儿傻瓜 说到这次金马五宴 喜欢光汉就去 我带你去 薄红光汉一次满足 爸爸带你去 吴康仁更当场笑问两位男神 可以跟我们永昕和赵妈 展现出十足从女儿的心态 最近谢永昕是否能圆梦 等到金马五宴见真将啦 还是多对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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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碰 在那里面人费进口 只有广泥和你 于是汽车便宜 只会让但是